八月十九号电视剧《好先生》是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极限挑战中的极限二傻 孙宏雷和我张艺兴这回是再度联手演起了师徒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极限挑战的连锁反应 孙宏雷啊还有张艺兴两人只要一碰上 现场是立刻马上笑了百出 刚才跟艺兴说 我说怎么今天这么八经 我们台人一站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失忆不了 不仅孙宏雷不适应 喜欢极限挑战的观众 现在对他的印象也不再是从前那个严肃的演员 而是形式搞笑的极限大傻了 释放了天性的孙宏雷 如今一开口就好比说段子 一个简单的和张艺兴相识的故事 从他嘴里说出来怎么听怎么搞笑 因为艺兴是我们俩自从认识了以后 第一天我们见面就说我们俩 就自动就坐在一起了 我觉得这是缘分吧 那个时候还没有拍极限挑战 我们俩第一次在一个面前上碰面 认识 还有一点像说情事 什么情况呢 在极限挑战里 不仅释放了天性 孙宏雷对自己颜值的自信程度 也是不断地爆表 要不然怎么对得起 阎王这个称号呢 这个颜值高的事 我现在是必须要让人 确实是事实 有没有可能您到时候出一面活就这样严了 然后就针对我们这些20到50的这些女性客户 我觉得这事得交给我们那个 那个极限三经里边的一个人去做 我觉得货里特别合适 他现在每天追着我走 在羡慕我 然后准备给我出一下产品 就是因为颜值获得了这样的商机 是是是 希望永远的颜值都在 这回在电视剧《好先生》当中 孙宏雷和张艺兴演绎了一对师徒 首次出演电视剧就搭档了孙宏雷 这样的一位演技了得的大咖 张艺兴很是享受呢 如果宏雷哥对我演力的话 对我来说是好事啊 因为我们中国有些古话说 演尸出高疼 我也希望能够就是 跟宏雷哥好好学习一下 有怎样去演戏 在表演上 孙宏雷是张艺兴的前辈 但讲到流行的网络 热词张艺兴可就内行多了 现场向孙宏雷解释起了手滑 不过这对话嘛 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呢 如果大家怕手滑的话 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可以把那个微博给退出来 因为退出来 还是可以搜索一些东西 对 就可以退出来 就不会手滑 你知道手滑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手 你在滑度的时候 不小心滑到了那个赞 然后你如果就看一些 就是不大好的东西 你滑到那个赞就不大好 看什么东西 就是 什么东西 微博 你想一般你微博是用来干嘛 就是关心一下 不好的东西就是什么 黄色的黄色的黄色的这些嘛 那就是 我们这是主创护法环节啊 对了 谢谢大家 从后来张艺兴这一搭一唱的好不热闹呢 一旁的江书影似乎有些形干硬直咯 虽然在戏里拥有好先生 但现实的生活当中 他和胡歌扑瘦迷离的感情 到底进行到什么程度 还真的挺让人好奇的呢 生活就应该有好先生了 生活中现在 就把它说出来吧 生活中现在 没有 没有希望未来有 你的意思是上一段恋情就结束了是吗 对了 对了 难不及大家还是尽量提那句相关的问题 是是是 对了 我参与一下 黄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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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 所以上一段恋情绪结束了 对 然后你可以选择回答 可以选择我回答 我回答对 回答对 没有变的 我回答对 你回答对了 分手了 已经 行的在线北京采访不大 我回答对 为什么会员 为什么会员